柯文哲過去永遠講自己是什麼 來看一下 觀眾朋友這個忍住 不要吐出來 我怕大家忍不住 吐出來的話也不要轉台 去吐就好 不要讓我們收視率掉好不好 民眾黨這邊 民眾黨才是堅持台灣主權 清廉情政本土政黨的第一品牌 我要吐了 柯文哲號稱民眾黨是 清廉情政本土政黨第一品牌 柯文哲說他們的政治價值跟藍綠不一樣 是清廉情政愛鄉土 來這邊到這邊打不及的帶大鳥 民眾黨跟藍綠最大的區別是什麼 是我們是真的清廉情政愛民愛鄉土 我太離譜了 哪裡行政 哪裡清廉 自己的黨員 黨公職 被起訴了 全黨投襲下去挺高雄安 對不對 有沒有任何一個人出來講高雄安不對 沒有 每一個都說無罪推定 你自己的黨員貪污被起訴說無罪推定 你罵民進黨貪污就說好幾千億 好幾千億有哪個案子被調查了 有起訴了嗎 都沒有 證據也沒有拿出來啊 對 你罵別人的時候標準在這邊 講自己標準在這邊 滴到這個導播 take不到我的手 請問 這不是雙標什麼叫雙標 所以孤單民面臨到很大道德危機 你在此時此刻 你的主張是什麼嘛 你如果可以允許你的子弟兵貪污的話 請問你選總統有公信力嗎 所以高雄安案子一下殺了三個政黨嘛 一個國民黨一個民眾黨一個郭台銘叫類政黨嘛 國民黨無道德底線嘛 你自己的黨員檢舉的人你可以護航他 你自己的黨員貪污你可以停權 可是有黨你不罵 對不對 國民黨道德危機嘛 民眾黨叫道德淪喪嘛 對不對 你自己的黨公職貪污了連停權都不敢嘛 現在真是氣質敗壞了嗎 因為一直說檢方是政治操作 但真的是無恥嗎 我們請教他鄭浩 因為剛剛那高雄安有了最新的臉書po文 上面寫說什麼呢 他說我的國會辦公室沒有人頭助理 每一個國會助理都是實實在在認真上班 他說不能以捐款否認助理工作的事實 又再強調說零用金的制度 並不是他發明的 然後說檢察官指控他把零用金挪為私用 絕對不是事實 外界所有的紛擾絕對不會影響到市政運作 但重點是打臉高雄安的是誰呢 是他的男朋友李中庭 他自己說我不願意上繳加班費 那就代表說其他助理加班 不就成為事實要上繳到公基金的部分嗎 我先勸高雄安現在不用扯東扯西 什麼扯自己喝不喝咖啡 扯零用金制度是不是他發明的 我都相信零用金制度不是他發明的 他在監獄裡有很多前輩 都是那些前輩發明的 他只是研習這套可能要坐牢的制度 對不對 你不用扯東扯西 這個案子其實就三個徵結點 第一個助理有沒有上繳公費 第二個徵結點助理是不是志願上繳公費 第三個徵結點這些上繳公費 高雄安有沒有使用 就這三件事沒有更複雜的事情 起訴書講得清清楚楚 我們今天已經拿到整本 導播我們帶大一點 整本起訴書 這起訴書裡面所有細節都有解釋清楚 絕對不是高雄安一篇臉書 也可以搞定的嘛 什麼意思 第一件事情有沒有上繳 有 這起訴書寫得非常非常清楚 被告陳圈宇 也不用幫他圈就陳幻宇 好不好 陳幻宇等人福報助理酬金 有多少錢多少錢 起訴書寫得清清楚楚 你領多少錢 比如說你領這個 你你實領 實領 實領 他這邊有寫嗎 如果你實際金額是六千二 你福報七萬 你實際金額是七萬 你福報八萬 你實際金額是四萬六 你福報四萬八千五 實際多少 起訴的領的多少 都已經有 所以第一件事情 經費部分不用懷疑 就是有上繳 有福報 這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大家要問的是 到底是不是自願的 對不對 是不是自願的 剛剛主持人已經講 這句話最好笑 你看 雖然被告高宏安 雖然再三辯稱 沒有強迫助理繳回領用金 也沒有人表示不願意等於 但是年薪達四五百萬元的助理 領終庭 就稱不願意上繳一萬餘元的加班費 也不願意負擔辦公室裝潢 要求零用金償還其電複製裝潢費等事 換句話說 已經有李總理的共詞 跟大家講不願意上繳 對 所以至此兩個事實已經確定 第一個助理真的有上繳 第二個助理真的不願意上繳 所以在這邊高宏安最後一段脫罪支持是什麼 剛剛說對有上繳 但是這些東西我都是公用 私用的部分我都有補回去 對不對 不好意思 這一次起訴書也有寫 而且是公衛文講的 來你看 這邊 雖然高宏安 辯稱其有助理代電款關於私人開支之部分 已經有還款給零用金 但是被告黃全文 就是公衛文 公衛文一不否認此事 公衛文也說對確實有還 但是 來來來來 然 被告公衛文又稱 如果高宏安有還款的話 就不會出現在帳上 高宏安沒有全部還款 高宏安看帳看得很仔細 什麼意思 所以代表說有部分是沒有還的 不是 我們看到都是沒還的 對 他講了 高宏安有還的就不會寫在帳上了 所以帳面上你看到雙眼皮貼 衛生棉 來這邊寫 雙眼皮貼 衛生棉 黑糖姜母茶 台大醫藥費 洗頭 卸妝棉補充包 頭痛藥都在帳上 所以公衛文說了 有還的我都不會記帳了 所以代表說我們現在看到的都是沒有還的 那等於批動成為事實了 全部都沒還 所以才認為犯罪所得 所以夠不夠打臉 第一個有沒有上角 有算得清清楚楚 第二個是不是自願 李總理說不是自願 第三個高宏安有沒有大水庫理論 花的錢有沒有還 沒有還 所以這件事情我要跟大家聊什麼 但高宏安現在說 因為他公務繁忙 偶有帶電 絕對沒有貪污意圖 這個法官 這個檢方會相信 法官會相信嗎 偶有嘛 有雙臉皮 有衛生棉 有薑母茶 有台大醫藥費 有洗頭 有卸妝面 後來被太偶爾了 對不對 這有什麼好講的 童中藝才5萬就判3年多 你跟我講偶爾什麼 所以我跟他講 炸領助理費 2022年中華民國所有貪污制約條例起訴的 定罪率多少 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啊 監察官看得很清楚 炸領助理費的 我記憶所及啦 不要講百分之百 百分之九十到九十五一定有嘛 對不對 而且以潘懷中案例來說 潘懷中炸領助理費百分之百用在公務喔 都被判刑定驗喔 後來是他犯後態度加 然後又講說自己什麼身體不好一大堆的 後來緩刑 剛才犯後態度不佳 到現在還在辯解 而且又在施用 當然是貪污制約條例嘛 所以這一次我已經講得很清楚 鋼環當然可以拗 可是你跟我拗是沒用的嘛 你去跟法官拗嘛 可是問題是齊叔叔寫那麼清楚啊 對不對 連公衛文都說 有還的都不會立在帳上 換句話 鋼環這個案子坦白講 我覺得很難過關啊 但要請教一下鄭浩 你看喔 郭台銘說什麼呢 郭台銘說只有四十六萬 哇 我昨天睡覺腦海裡面說 為什麼郭董會說 只有A了四十六萬呢 我們都是 哇賽四十六萬耶 你居然A了四十六萬 如果真的是鴻海員工A了四十六萬 那郭台銘會怎麼看呢 對我覺得鋼環這個案子 一次壓垮了民眾黨 國民黨還有郭台銘 這件事是很清楚 國民黨到現在不敢罵鋼環 對我來說是非常非常意外的事情 到呂家凱剛剛都來說 可以給高鴻環聲援指導 或是說要等法院判決下來之後 才能有結果 你們是不是忘了這個 高鴻環案子 是你們國民黨籍的零跟人 你是不是忘了民眾黨 是國民黨的敵人 你是忘了國民黨現在第三名 是要把民眾黨的柯文哲拉下來 你國民黨才有機會變第二名 你到現在面對到你的敵對政黨 國民黨的縣市首長貪污 國民黨什麼話不敢講 對不對 朱立倫還幫高校還還家 這國民黨這個政黨有救嗎 這政黨有救嗎 我再講一次 對不對這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柯文哲過去 永遠講自己是什麼 來看一下 觀眾朋友這個忍住 不要吐出來 我怕大家忍不住 吐出來的話也不要轉台去吐就好 不要讓我們收視率掉好不好 民眾黨這邊 民眾黨才是堅持台灣主權 清廉情政本土政黨的第一品牌 我要吐了 再看一下柯文哲 這下一句 柯文哲連任民眾黨主題 他下面說什麼 來這邊 這邊 民眾黨跟藍綠最大的區別是什麼 是我們是真的清廉情政 愛民愛鄉土 我 哪裡情政 導播把他聲音關下來一點好不好 我跟他講 這件事我要這個持平而論 政黨難免都會遇到這種 每個政黨都有 各個政黨處理的態度是什麼 舉幾個例子 2012年11月30號 李朝青 國民黨時任南投縣的這個縣長 因為貪污被羈押 大家搞清楚順序喔 羈押是屬於偵查階段喔 羈押不見得起訴喔 對 偵查 起訴 一省二省三省喔 定驗喔 羈押只偵查階段喔 國民黨先停權 對 這是2012年的狀況 2010年8月4號 藍綠都有 廖國棟 陳超明 蘇正清 被羈押之後 一樣在偵查階段 停權 國民黨跟民進黨先停權 再來了 2023年2月7號 邱莉莉跟林志斬 沒有羈押 沒有起訴 訓問而已 民進黨主動 先停權 換句話說喔 過去遇到這類的案子喔 當然案子有大有小 高宏安跟包含邱莉莉 林志斬 你後面司法怎麼打 你無罪我幫你回覆 你定驗我就幫你開除 就那麼簡單 再看一次 柯文哲號稱民眾黨是清廉情政本土政黨第一品牌 柯文哲說他們的政治價值跟藍綠不一樣 是清廉情政愛鄉土 自己的黨員 黨公職被起訴了 全黨投襲下去挺高宏安 對不對 有沒有任何一個人出來講高宏安不對 沒有 每一個都說無罪推定 你自己的黨員貪污被起訴說無罪推定 你罵民進黨貪污就說好幾千億 好幾千有哪個案子被調查了 有起訴了嗎 都沒有 證據也沒有拿出來啊 對 你罵別人的時候標準在這邊 講自己標準在這邊 滴到這個導播take不到我的手 請問這不是雙標什麼叫雙標 我可不可以補充證號一點 就是民眾黨地方縣市所長只有兩個 一個是金門的會選 一個是新竹的 貪污 中標率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 清廉情政第一品牌 所以民眾黨的標準跟大家蠻不一樣的 中標率百分之百 不分距離我五個 一個貪污一個超樂文 中標率百分之四十 所以我第一件事 新政治啦 第一件事 民眾黨態度在哪裡 對不對 過去藍綠接藍嘛 這案件應該要先停權嘛 你科文子還在護航 還在講什麼什麼什麼那個叫什麼 無罪推定 他沒有貪污的企圖 沒有貪污的企圖 對不對 這第二件事情 第三件事情 幹我屁事 為什麼剛好還被起訴 我的裸照一樣被那個癲屍 你的裸照怎麼被拿出來 到底幹我屁事 現在是我被起訴嗎 不能貪污 為什麼會有這件事 因為那時候四年前 郭台銘幫我站台的時候 在我背上寫 鏡中報國不能貪污 對不對 這張照片 現在網路上都在流傳 還在討論內褲是什麼牌子的 到底幹我屁事 但總而言之 郭台銘你不可以雙重標準吧 你不會是鏡中報國 李正浩不能貪污 高侯安可以吧 對不對 你怎麼會有分大錢小錢呢 還是說鏡中報國不能貪污 但詐欺可以 也不行吧 對不對 你郭台銘你有你的價值觀喔 不能貪污太多啦 不能貪污太多 四十六萬可以 四十六萬可以 但是寫清楚 那可以寫 太多 我等一下我先寫一下 導播先這個等我一下 好 如果是這樣我就OK 鏡中報國不能貪污太多 這樣我就認了好不好 沒有嘛 一塊錢也是貪污嘛 對不對 同志會才五萬塊就罰三年 判三年 所以這是說不通嘛 所以郭台銘面臨到很大道德危機喔 你在此時此刻 你的主張是什麼嘛 你如果可以允許你的子弟兵貪污的話 請問你選總統有公信力嗎 所以高侯安案子一下殺了三個政黨嘛 一個國民黨一個民眾黨一個 郭台銘叫類政黨嘛 國民黨無道德底線嘛 你自己的黨員檢舉的人你可以護航他 你自己的黨員貪污你可以停權 可是有黨你不罵 對不對 國民黨道德危機嘛 民眾黨叫道德淪喪嘛 對不對 你自己的黨公職貪污了連停權都不敢嘛 然後郭台銘正式破功嘛 金鐘報國不可貪污太多 對不對 這是白紙黑字 也不是白紙啊 白肉 沒有黑字鞋的 每被黑字鞋的 所以你洗掉 但有突圍症 所以這沒什麼好講嘛 我就在面對 大家都公平啊 我講句難聽一點的 民進黨面對這樣事情 求莉莉臨自展獸賴心的怎麼做 需要站起來道歉嘛 對不對 所以大家每一個政黨都一定會遇到 類似的事情 可是你的處理方式大家都在看